就是这么年轻 太过分了 影响中国人会这种了 你可以吗 你先打他 我打他 打谁啊 3月10日 在广州动漫星城举办的漫画展览及签名活动上 一男子看到中国本土动漫作品盗墓笔记的插画后 以为是日本动漫作品 当场发飙 人家拍很快谁 就没有人敢说的 你们就是玩这些东西 杭州日报报道称 事发时一名工作人员被该男子一脚踢飞 索性没有受伤 事发后 有警察到现场将男子带走 相关视频在海内外设媒上热传 引发热议 有网友说 农夫山泉扩大化了 近期 农夫山泉事件愈言愈烈 其绿茶产品被指包装使用日本建筑图案 连日遭粉红网民围攻 被指为所谓爱国出征 该公司股价暴跌 八天时间市值蒸发326亿港元 这是共产党长期的现代义和权那种洗脑造成的一代渔民 在日本是亚洲秀区一指的一个文明大国 所以共产党一定要煽动仇恨他 凡是世界上的文明国家都是他们煽动仇恨的对象 他这个宣传体系只能熏陶出那样的渔民 那是蠢货 共产党可以说恶贯满盈 天不灭他都没有道理 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表示 粉红党国不分 所谓爱国就是爱党 就是仇恨党眼中的敌人 中共的邪恶教义里面呢 有一种砸烂旧世界的恐怖理论 它是带着极端仇恨来看待敌人的 眼下这种热血冲突的背后 是中共长期用所谓爱国主义洗脑结出的邪恶果子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敦侯 刘芳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芳采访报道